从今天起 咱们每个人轮流做饭 我算第一波 老大 你们两个算一波 你们两个人也是一波 也是负责两天 鉴于小诺呢 现在还是单身一个人 她就负责一天 正好是一个星期 完美的一个星期 怎么样 大家有什么意见 你们可以发表 不行不行 我不在头 我最近工作是非常实际 经常会加班 一加班我就没时间做饭 没时间做饭你们 你们就饿肚子了 怎么就离世人多 若有什么特殊情况 打报告 申请 我不会做饭 谁天生下来就会啊 不会去学啊 就因为你没有一点生活能力 所以现在才嫁不出去 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吗 好 没意见了是吧 全票通过 规则生效 纪日开始执行 三回 我不会做饭 小伙 记爱数别 你不知道那种感觉 只要一跟他说话 就抽他的感觉悠然而生 当你刚要打下去的时候 他又怂了 再一巴掌又啪不下去了 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 越来越强烈 越来越强烈 比妈开会还难受你知道吗 你跟他讲原则吧 他给你胡来 你跟他玩野的 他又给你来一二三 完全不在一个节奏上 怎么那么倒霉啊 破伤这么一个男人 这只能证明你见过的男人 太少了 打一个巴掌给一个甜枣吃 所有的男人都这德行 尤其你大姐夫刘毅 是这方面的典型 姐 我跟你说的是两回事 什么两回事 三回事的 我看啊 都是一回事 我跟你说 谢小诺 男人骗人的招数啊 就那么几种 女人招架的办法 也 也有三种吧 听着啊 一种是以退为进 寻寻善诱 第二种呢 装风卖傻 睁着眼 闭着眼 最厉害的一种就是 一下击中要害 让他永世不敢再犯 我说的是工作 不是谈恋人 工作呀 工作哪有那么麻烦呀 上下级的关系 要是绝他不行 开了他就完了嘛 两句话的事 你有干吗去 我好多事呢 你赶紧躺下吧啊 老太帅了 这些喜欢人的 真是� 你看 好多以前年代的东西 没错 这是时光机 以前年代的玩具 在我这儿都能找来 太能动 我们都不知道 我还有当天的 没有 你看这个 这像不像我们小时候 你送给我的那个 什么时候啊 不会吧 这你都忘了 有一次你偷了你爸爸的钱 然后把它买来送给我呀 我想起来了 这个是不是还能动呢 好多年没见过这个东西 是啊 这么快 你往十二年都过去了 十二年了 我都忍受你这么长时间了 拜托 这话应该是我说的 才好不 想当年你明明是个帅哥 你看你现在都找成什么样了 还没人大叔帅呢 这个我要了 怎么办 孝生大哥就送给你 真的吗 大哥 拿走 谢谢大哥 谢谢嫂子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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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 怪了 怪了 小乐 快起来 快起来 对面观不能复时间长 快来快 你干嘛 是啊 师母 时间长会过敏的 快点起来 洗掉 洗掉 快快快快 怎么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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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怎么办呀 哎呀我还不上班 我怎么见人呢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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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怎么办呀 哎呀 哎呀 我电话 喂哈喽 什么 宋简不合合 为什么呀 你现在在工厂吗 好好 我马上就到 哎哎哎 等一下 戴武顺呢 电话打不通 他去哪儿了 行 我知道了 我去找他 嗯 好 我走了 哎哎哎 你的脸怎么办啊 哎 口罩口罩有吗 有有有有 给我准备一个欢迎 行 乐乐 买口罩啊 哇 你们谁想要啊 我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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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们谁出的价钱高 我出四十 还要比这个高的没有 我出二十 我出十 快 叫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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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送给你们 大哥 兄弟们 一起叫 大哥 好 好 哎呀哎哎哎哎哎哎哎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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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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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亲爱的 这个不能给你 就要这个 非议好 大哥哥 我刚才没抢到 对 我刚才没抢到 我也没抢 好啊 这样 你们每个人 挑一个喜欢的 但是有一条件 挑了之后 帮我提提意见 看看怎么样 才能让这玩具更好玩 明白了吗 好 帅武转 你 你 看什么 我给你打电话 怎么不接啊 我的天哪 你怎么弄得 跟恐怖分子似的似的 今天污染很严重吗 别废话 我问你 给你打电话怎么不接 我这忙着了 没腾出手来 怎么了 还不是因为你啊 之前让你去验货 你不去 现在送检不合格了 赶紧的吧 哈勒已经去工厂了 送检不合格了 你先别着急 快点 我能不及吗 这是我跟你们公司的 第一单生意 万一出了问题 我怎么交代啊 好 我马上过去 行了行了 你们看哪个好 调好了就拿走吧 谢谢 你帮我撞一下 你快点 我想要这个 这个 刚才不是说了吗 这个 不能给你 就要这个 你再给你这个行不行 我就要这个 送给你个这个 我就要这个 这个不能给你 这个是大哥的保护 我给你二百块钱 这谁家孩子 我再给你再两百 这是个妇人 别磨叽你 一个托盒子 你都给了什么 哎哎哎 怎么是托盒子 是 我给了他我怎么办 这钱不够是怎么的 我给他贴 你抓紧的 我这忙着呢 你别跟人瞎擦 我这不是钱的事 好了好了 真不能卖啊 收起你的钱 钱不是万多 行吧 你拿这钱都买破坏了 你帮我车托盒 你帮我车托盒 干什么车呀 坐我车托盒 那我车托盒 你那破车放着没人偷 好 好 哎员局 帮个忙 帮我照看一下车 哈哈 哈哈 好了 事 wait 原始材料还是没有 怎么办啊 有补救的办法吗 补救倒是可以补救 就是成本提高了 这个不是问题 也是 出了问题以后 只要是钱能解决的问题 都不是问题 把一号和四号 就活了 你脸怎么了 怪不得你戴口罩 你这年纪也不小了 怎么还长青春痘呢 谁长青春痘呢 我过敏 你能把口罩戴上吗 我要专心修改 至于吗你 怎么那么多事 请不要在我车里放屁 谁在你车里放屁呢 我当时听见动静了 但绝对不是我 真的不是你 不是 我说特别奇怪 他为什么非要要我这个铁盒子呢 他喜欢 他喜欢的东西多了 都是你的吗 这也太任性了 他觉得这个东西很神秘 我还觉得你很神秘呢 他觉得这个铁盒子 像他的好朋友 他想把好朋友带回家 可这个对于我来说 真的有特殊意义 那你没想过 这件事情 也许对于这个孩子来说 没有特殊意义 我记得小时候 我爸爸买了一个漂亮的铁盒子 他说 我们三姐妹 考试考了第一年 就送给谁 对于姐妹 我就特别认真地学习 我真的考了第一年 可是 我爸爸去把娃娃 没有我的钱 因为当时二姐顺便了 第二年 我问你 我问你 跟他爸爸的铁盒子 我故意的学习 我一直在搞出什么 下来的时候 我突然去世了 我再也没有跟他爸爸的铁盒子 你这么说 对于他妈妈 怎么他事的最后的 我对谁 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知道 是你怎么能分手 是谁 是谁 你怎么能分手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忽然觉得你刚才很像一个孩子 你是不是想吃我豆腐 我真的没有 我只是爆发了同情心理 行了 你赶紧把那个玩具送给孩子吧 不然他不告诉你回家的地址 是这儿吧 是 这个门 谁呀 喂 是晨晨家吧 晨晨 你总算回来 来 谢谢你们送我回来 不客气 您是她妈妈吧 我不是 我是这家的保姆 孩子家长呢 她刚回来 在楼上喝醉了 晨总 晨总 晨总回来了 谢谢啊 来 把那些包拿来啊 谢谢啊 这里有一万块钱 谢谢你们 您这什么意思啊 我们不是来要钱的 您是孩子爸爸吗 嗯 怎么了 孩子找不着了 您怎么都不着急啊 他天天这样 我有什么办法 以前吧 天天找 后来 随便了 反正他没地儿去 总要回来 或者遇到像你们这样的好心人 会把他送回来 有你这样当爸爸的忙 那让我怎么办 我每天那么多工作 我哪有时间管 这样的信方 我天天准备着 就为了 给像你们俩这样的好心人 准备 谢谢 别找啊 别走 再给他给我玩 安逸了吗 你和我混蛋 哎 你刚才干吗那么激动啊 没事 我就是觉得 那孩子他爸 特别像 以前的我自己 以前的你什么样啊 我 我二十二岁就有孩子了 你也算年轻有违啊 可是女人出生没几天 我就走了 去哪儿 创业 创业 其实是逃跑的活 为什么 因为我反应不过来 所以害怕我 当我再见到孩子的时候 他八岁 那个时候 他妈妈 已经不在了 他从来不跟我说话 我也不知道 该跟他怎么交流 最可怕的是 我要提防他随时 可能离家出走 把门锁上 他会从窗户走 我好不容易把他哄睡了 半夜醒了以后 他还会走 他说他要出去 出去 找他妈妈 所以没办法 我只能在他每一件衣服的衣领上 写上我的名字 还有电话号 那个时候我很烦 烦透 我甚至做梦 会梦见 在梦里 我会狠狠地把它扔掉 那一年我三十岁 我觉得我的人生完蛋了 我还一无所有 后来呢 再后来 再后来 我开始给他做玩具 因为他只跟 他妈妈给他留那个玩具说话 我做了新玩具 会跟玩具说两句话 他也会跟玩具说两句话 这样算是交流吧 从那以后 每天晚上 他睡着的时候 我就会在那个铁盒子里 放一个新的玩具 第二天早上他醒了以后 发现了新玩具 会很高兴 他会觉得 那是天上的妈妈 寄给他的礼物 所以 你不愿意把这个盒子 送给别人 对吗 再后来我就爱上做玩具 我觉得是玩具和女儿 填补了我人生的无底洞 让我 又觉得年轻 自由 所以我觉得玩具 是一条时光通道 它记录着送玩具的人 做玩具的人 收玩具的人的所有信 爱 责任 自由 幸福 它绝不是商品 它是有灵魂的东西 你也知道 你也知道 我的人生真正的第一天 是什么时候 那一天 我睁开眼睛 阳光很好 我发现 女儿站在我的床边 怀里面抱着 我给她做的新玩具 在悄悄地 吻我的舞蹈 我永远 都忘不了那一天 我可以来 我生也是 作词 我可以来 你也知道 你 你 你 行了 你回去吧 今天工厂的事 谢谢你啊 谢谢我 别那么客气 不太习惯 你长发挺漂亮的 谢谢 我特想问你个事 刚才在车里面 你默奕的车里面 你摸我手 那算了算吃豆腐 这才算吃豆腐 好 我看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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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 那又试一试了 也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小心思 那放假怎么样了 没怎么样 分 分手啊 分手啊 你是爸爸的女儿 我把你从小带大的 我不了解你 燕燕 上次 方家到我家来以后 我也想了很久 我也有一些事 勉强不来 非要你离开的吧 你肯定不高兴 那么老爸也不会快乐 那你是 同意我们结婚了 结婚 你们多大呀 就像是结婚 认识多长时间啊才 我最多 同意你们交往看看 是这样啊 还有 虽然同意你们交往了 但是 以后 每天必须回家 跟方家可以约会 等在哪儿约 时间地点要告别了吧 我不会做你们的灯泡 我要心里有数 嗯 如果这样交往 三五年以后 你们彼此 还喜欢 依赖对方 你们再有结婚的要求 老爸绝对不会反对 那要三五年啊 对啊 三五年以后 你们都长大了 又成熟了 到那个时候 爸爸会给你办一场 大大的婚礼 会给你亲手 做一件婚事 是吗 可是 你以前不都是 给娃娃做婚纱啊 那怎么了 别小看啊 给娃娃做衣服 你爸爸做那些娃娃衣服 哪个难看 啊 我那时候 一定给我女儿 做一件全世界 最漂亮的婚纱 保证跟全世界 所有婚纱 都不会重样的 一定比这个漂亮一百倍 我爸 你能不能 帮燕子改一改这个婚纱啊 这件是我选的 可是现在都说不好看 她特可怜都没有人管她 我现在觉得特内疚 好 没事 爸爸抽时间给改一改 好不好 真的 你陪我跳支舞吧老爸 你陪我跳支舞吧老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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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过大家千万不能松懈 因为新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我手里 是今年规模最大的 游戏博览会的邀请函 我们接下来的工作 将围照这个主题进行 一会儿 我会让艾米 把所有的资料 分发到各位手中 新的季度 希望大家继续录音 我们接下来的工作 将围照这个主题进行 一会儿 你有没有觉得 自从Kin联好之后 女后粉越来越强 好像是吧 大姐夫 什么事 不是 你今天出差 你不是今天要帮我做饭吗 那我怎么办啊 我不要赔偿 你今天帮我做 喂 搞什么呀 药膳羊肉 配料 桂枝两钱 陈皮两钱 熟地两钱 这还简单呢 这还简单呢 收定 没收定什么 两钱 还五块 两钱 没有akers 想我说 你会怎样的 去遭遇 崇尽百败 心情未尽中年 做了过河祖子 只要你拼命向前 喂 你好 请问代古顺先生在面 老代 他不在 请问你有什么事情吗 跟我讲 我转到他 我们是天使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 我们现在呢 正在筹备这个 创意产业项目 我们陈老板 对代先生的作品 非常感兴趣 想与代先生合作 投资玩具项目这一块 不知道代先生可否赏光 与我们陈老板见一面 你能讲清楚一点吗 你想跟老代谈什么 我们老板的意思是 具体的事情 我请看看代先生有没有时间 可以跟他见面聊一下 你确定 不是你之前认识的客户 我确定肯定加一定啊 我认识那些客户就那几个人 你也都知道 哪有姓陈的呀 还是投资公司的老总 那就难怪了 我这段时间忙着这些事 也没认识什么新客户 难不成你装大运了 遇上天使投资人了 什么天使 还如来佛呢 说你土你还真土 天使投资人 就是只具有一定 净财富的个人或者机构 出资协助 具有专业技术和独特概念的 原创项目和初创企业 也就是说对你进行一次性的协助 协助你创办一个原创公司 我知道就好比是支持大学生创业 一般这种投资人 都是认识很久的这种朋友 对 亲人 对 或者是有过接触的一些企业家 对对对 那我身边拿我这种人 谁呀 老猫 老猫是天使 那也是啊 行了 别在这儿想了 你把那电话给我 我打过去问 对 不是 你现在关键是 你确定你们陈总认识的 那个 那个是我吗 因为我根本就不认识你们陈总 你听明白了没有 院长 这个问题 您已经跟我说十分钟了 真的不好意思 我真的不确定 我只知道您的电话 是我们陈总提供的 是 这事你也跟我说了很多次了 我现在就想知道 他 他认识那个带五顺 带是穿带的带 古是这个古 古系的古 不会吧 我 我再问一下 你们陈总认识一个姓诺的吗 不是 不是 认识一个姓谢的吗 我们陈总好像是认识一个 叫谢总的 那会不会是他介绍的呢 不好意思 先生 我们就有工作电话进来了 喂 喂 他说他们陈总确实认识一个姓谢的 行了 全合上了 什么全合上了 你看啊 上次工厂那事 就是材料那事 你不是帮他解决了吗 他可能想找个事来感谢你 不 他找这个事感谢我 他不骂我就知足了 再说那工厂解决材料的事 那是我应该做的 他凭什么感谢我啊 那你觉得是为什么呀 难不成是因为我的人格魅力 他悄悄爱上我了 你是认真的还是开玩笑的 我当然是开玩笑的 对不起 哎 我看啊 这谢小诺呢 他觉得他是领导 觉得你们俩之前关系比较强 想通过这个事情啊 来缓和下你们俩的关系 我怎么还是不相信呢 就他那性格 他能示弱 这 这哪叫示弱呀 这叫领导艺术 谢小诺吧 就是嘴上厉害点 其实真心 还是对你不错的 你看 上回你胳膊受伤了 人家不是还主动关心你吗 他说我这时候要真是他帮我 那我该怎么办 你该怎么办 去感谢人家呀 你哪怕是口头上一句话 你让人家心里觉得心里有数 没必要 多俗啊 这怎么能叫俗呢 就你不俗 行了 行了 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好 谢谢 谢总 谢啊 这肯定得谢啊 是不是啊 人家西长东西真把这个 鸡蛋给你拉承出来 人家投资你这原创 你自己做老板做公司 他挣钱这花花呀 这一百二十万房贷 他算什么呢 他一会儿就挣回来 你说这 总给你卖身 马上落地 你都强奴了 一想到你卖身 马上落地 我一眼就 华华 什么也没华华 我什么时候给他 卖身给他 我跟你说 必须得歇 这还不歇 关键是你知道 这平时啊 谢小冬对我凶我习惯 他突然反过来呢 我不会玩了 你能懂这种心理吗 了解 贱美 那我看你这样子蛋糕了 来 谢谢啊 二十是吧 来 好 谢谢啊 来 来 来了 老板 我对您的两个不能送的 不 你现在怎么这么多了啊 你这开始卖蛋炒饭了 这多了吗 晚饭软道了啊 月总喝酒 给您来 现在市场需要了 你说生意不好做吧 我行过几天还准备 招送哪个辣呀虎 你越来越没节操了我发现 可能后边那个 这边还包房子 改厨房 你来给做饭呗 你做饭那么好吃 我给你做饭 那怎么着啊 你用得起吗 你知道我什么级别 你 手艺是一锡厨师手艺 我知道 我做行了 给多少薪水 撒月给一百二十万 我就看 那你看你管我 多不多我炒成了